各位高早 各位高早 過年 我們高年開始 老闆真的 家裡都會旺旺 我不知道什麼會旺 總是我們期待 我們在新的一年都期待說 今年比去年更順序 不管什麼事情都沒關係 就是說我們會過得比較快樂 過得比較平安 我們希望這樣子 那 我在講創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一直沒有辦法 得到答案 我們換到另外一個螢幕 就是 創世紀的主要目的 他是介紹三個 以色列的先祖 第一個是亞伯拉罕 第二個是雅各 第三個是約瑟 他佔了創世紀的主要的部分 大概從創世紀 第十一章到第五十章 就介紹這三個人的故事 可以說是 用法語來講叫做什麼 先聖先賢 好像我們在講孔子 就是我們最偉大的祖先 那 所有的文化 想要表達他們的民主的偉大的祖先 一般都會把那個人的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他都偉大 他都棒 不會把他的那個不良的一面呈現出來 你可以不講嘛 你不必說他沒有這個缺點 但是你可以不說啊 你看所有的歷史 在寫他的掌權者 大部分都只表現出來完美的一面對不對 那幹嘛聖經要講那些不太好的事情 你何必接他的蒼巴對不對 他既然是我們的偉大的先祖 你就把完美的一面呈現出來 所以為什麼江南會被殺掉 就是他想要把講經果不完美的一面呈現出來 講經果就不能夠忍受 就派黑道去把他幹掉 然後後來當然別人陪葬了 這個很清楚 就是我們不希望在人類歷史當中 留下一點不好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代表什麼呢 如果說你要寫約瑟 你就說他是埃及宰相 沙發那特巴內亞 你連約瑟都不要講 因為他是埃及的宰相 他有埃及的名字對不對 你就這樣介紹 為什麼在介紹約瑟的時候 你還要說他曾經是希伯來的奴隸呢 你幹嘛要把他出身這個聽起來很難過的 要寫出來而且寫得很詳細 而且另外一個是他成為奴隸 是被他的哥哥出賣的 那這個我們叫什麼 叫做家寵 就算家裡面再有什麼難堪的事 一般來講 當你在社會上已經出人頭地的時候 你不會選擇把他曝露出來 對你沒有好處 對你的家人更是難堪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正在念的就是 約瑟面臨他的哥哥沒飯吃 來跟他吃米 跟他買米的時候 到底他要不要讓這件事情 在埃及人當中呈現出來 我看到的是他努力的想要 不讓埃及人這段事情 所以他請埃及人都出去 可是看到自己的弟弟 他忍不住大哭的時候 在外面的埃及人也聽到了 所以如果你是宰相的員工 在保護宰相 在幫宰相做事 有一堆外國人來 那他說他要請他們吃飯 然後就說你們出去一下 我有話跟他們講 那你到外面就聽到宰相在裡面大哭 你會怎麼做 你會趕快跑回去 會不會出什麼事情啊 結果宰相把門鎖了 不讓你進去 你知道怎麼樣 只好把耳朵貼在牆 聽看看有沒有危險 這樣講對嗎 所以不久這些窝囊的事情 就傳到華老王的耳朵 這個是讓我不太能了解的 為什麼聖經要描述這樣的故事呢 那這個還好 這個約瑟的人格還沒有被污衊 因為這是他哥哥的事情 他是倒楣啦 他是有不幸的出身啦 可以這樣講 但是當我們功成名就的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把這種不幸的出身揭入嘛 另外一個就是信心之父亞伯拉罕 那信心之父亞伯拉罕 這是約瑟的阿祖 那這個算是頭頭啦 第一個 那你就說他很有信心啊 對上帝很有信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寫說 他跟老婆到埃及出國的時候 然後由於擔心呢 結果就跟老婆串通呢 去欺騙埃及的華老王呢 你這件事情就 這樣就是面上無光芒 你不是信心之父嗎 那應該是對上帝很有信心嘛 那現在你到國外去 你幹嘛要用這種 等一下 假囉 這個是很糟糕的步數啊 因為你跟老婆說 你跟法老說 我是你的哥哥 因為他老婆長得很漂亮 他就擔心 如果他是他的丈夫 人家就會把他殺掉 所以他簡單講就是為了保命 他就要說謊 他要他老婆說謊 老婆一說謊的人 就把他請去後宮當兵妃了 因為你沒有說你有先生啊 這個是你哥哥啊 所以還送很多聘軍給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被拿走了 他還拿聘軍 那你如果你是沙拉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叫我騙人 結果你拿錢 我被抓到後宮去 還好越合法介入 事情才沒有越搞越糟糕 那這個不管從婚姻的角度 不管從他個人信心的角度 其實是窝囊式一件 我的感覺啦 任何然人被發現有這種事情 真的都是很難看嘛 為什麼要把它記在聖經裡 你可以不講啊 因為那個事情後來也沒事啊 只是一個小插曲嘛 那亞伯呢 你可以說 他曾經碰到神來跟他摔跤 然後他受傷了 神改他的名字 說你不要叫亞伯 你叫以色列 這樣就好了嘛 就是這個人曾經跟神掙扎過 後來他領受神的祝福 對不對 你就不要記說 他為了要討這個祝福 他還想辦法跟媽媽去騙爸爸嘛 對不對 那母子同心 然後欺騙那個白內障的爸爸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很難看嘛 可是這三個正是 以色列我們的祖先亞伯拉罕 雅各 約瑟很少講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可是約瑟也佔一大塊 對不對 那這個為什麼呢 一般來講我們都希望 以華人來講民主 我們都希望留給後代的是一個 完美的一個影像不是嗎 你參加葬禮有沒有聽過說 那個人有什麼不好 沒有吧 難道他沒有嗎 他已經死了 你就不要講他的那個嘛 都也歌功頌德 對不對 都也講最好的 那你幹嘛要這樣搞呢 這是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有一個神叫阿吉利斯 這阿吉利斯呢 是有特別就是刀槍不入 他全身你怎麼打他 他都不會死的 可是呢 他有一次在大戰的時候 他死了 為什麼死了呢 敵人的一個有占毒的劍 就射到他的腳後跟的那個基劍那邊 結果他就死了 那他不是刀槍不入嗎 他為什麼會死呢 原來這個故事是這樣 在阿吉利斯出生的時候呢 他媽媽知道他將來會變成戰神 就是會打仗 那就怕他會被別人把他殺掉 所以就把他抓著去泡在一個特別的河流 那個河流的水一泡呢 他的身體就刀槍不入 可是他總不能讓他整個掉下去 會淹死啊 所以媽媽就抓著他的腳後跟 就把他整個泡下去拿起來 所以他全身都泡了 就他腳後跟沒有泡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因為那個媽媽手抓的地方 就到那邊就起來了 這是他唯一的致命傷 而且是在腳後跟呢 怎麼那麼衰 就人家一射箭就剛好射到那個 所以這個雕像是 他手抓著他那個 有一把箭不是射到他的腳後跟嗎 他抓著那個 然後痛苦要死的那種 不甘願 那這個呢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他的媽媽叫瑟迪斯 就抓著他的腳跟呢 把他全身進到這個河 那他是真的是刀槍不入 可是他就留了那麼一個洞洞 不幸就是那個讓他死亡 那個東西呢 我們就叫阿吉利斯亦 就是全身都完美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不完美 那個叫做致命 要想啦 致命傷 致命的傷口 所以呢 這個阿吉利斯亦就被拿來描述 你一個人的人格 很好的人格當中 有一個致命的破洞 那個就叫Vulnerability 就叫Vulnerability 這一個字很難翻 我一直找致典 看起來應該是叫做致命要害弱點 就是你整個完美的當中 就有留那麼一點點破口 如果給別人發現 或是給別人抓到 你整個努力就泡湯了 你就完了 那這個呢 在希臘神話 用阿吉利斯亦來表示 是 就是我們不希望有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有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希望被人家發現 不要被對手抓到 你抓到你完了 因為你給他抓到你的致命的要害 叫做造門 造門是什麼東東啊 原來造門是中國功夫裡面的一個東西啦 因為中國功夫呢 每一個中國功夫要練武功的時候 都會練到一個程度就是刀槍不入 那個叫做金鐘罩 那金鐘罩呢 就是把自我完全保護得很好 你看過那個中國功夫在表演嗎 人家用那個甚至用電鑽有沒有 鑽他的頭鑽不進去啊 鑽他的肚鑽不進去啊 他可以這樣表演真的啊 不管是表演的還是真的 他就是說還有你看看他這樣一運 運了弓以後 你怎麼用鐵打他鐵彎掉 可是他不會受傷有沒有 那個就是這個東西啦 他們說什麼運氣啊 那怎麼樣啊要練練 練到最後就是他的皮膚 他的骨骼都很強壯 所以打不進去 可是中國功夫也提到說 任何的金鐘罩都有一個小洞洞 那個洞洞如果被打進去他就死了 所以要破金鐘罩 通常他們就是用金鋼石弄得很尖 就是找他看哪個地方墜肉 那個地方一吃進去他就死了 就像Achilis here 所以不管是希臘的神話 還是中國的功夫呢 都提到你在完美 你總有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人家一找到你就完了 就是你的 vulnerability 他們叫罩門 所以你有罩但是罩會有一個門 那個門不要被逮到 逮到你就完蛋 所以呢被人發現呢 致命要害的就是罩門 那罩門我們能夠把它拿掉嗎 我們可不可以弄一個 完全沒有罩門的金鐘罩 還是罩門對我們只有傷害 沒有好處嗎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 vulnerability呢 在美國一個 social worker 一個社會工作者 他是研究教授 他叫布雷尼布朗 Brené Brown 他的學校是Houston University 那最近台大為了校長的事情 跟教育部吵得不得了 那我在台大的時候我知道 你要當教授 你要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你要有paper 第二個你要教學 對不對 你要教學 第三個你要研究 你沒有研究你就沒有paper 這是三個罩門 這是要命的 因為你好好的教學生 你就沒有時間做研究 沒有時間做研究 你就發表不了paper 知道嗎 所以現在那個校長 好像就是paper的事情 被拿出來討論 到底他那個是什麼樣怎麼樣 因為paper都會用別人的東西 沒有一張paper是都 不用別人的東西 那個也是沒有什麼價值 他不讀書 可是用別人的東西就會被抓 那個就是罩門 現在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背後是什麼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校長經過校務會議 大家已經選出來是校長 可是教務部有話說 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等於是教務部有抓到他的罩門 那後來會怎麼樣處理 我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前任的校長都出來講話 可見教務部這一次 跟台大的這個校長體系有一點緊張 那布朗尼呢 他學校給他的是不必教書 不必什麼只要做research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很好 他叫research professor 他可以花十年做研究 所以可以研究出一些東西 知道嗎 學校給他薪水 就是你只負責做研究 所以他的責任不是教學 不是什麼就是研究研究研究 他研究什麼他研究很好玩 他研究 vulnerability 他其實本來不是要研究 vulnerability 他要研究 connection 可是研究當中他發現不對 這裡有東西 所以他就整個改變了 這個東西不只讓他對這個的觀念改變 也改變他的婚姻 改變他跟親子的關係 改變他對人生的看法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後來他就開始受邀請 就出來發表他的研究的結果 這個發表被大家接受 所以TED 你知道TED嗎 就是TED 就是很棒的人 才會請你去給你幾分鐘 你可以把你的研究結果發表 TED請他去演講 這個演講有20分鐘 我覺得值得讓你們看 所以我們這個新年的開始 就來看到底這個 vulnerability是什麼東東啊 那 shame 當你的罩門你的缺點被發現以後 你會感到很羞恥 你怎麼處理那個羞恥 你怎麼處理你的罩門呢 你有沒有勇氣去面對你的這個缺陷 你可以不可以去同情被你抓到罩門的對象 所以這個是相關的一堆觀念 這些觀念就是他的 research 他的研究的重點 就是 vulnerability shame courage and empathy 那這個東西因為他講得很快 我試著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你們就是跟著走 聽不懂英文的 你就看我翻的中文 希望我有誠實的翻出來 它叫 Power of vulnerability 我把它翻成軟弱的力量 我們來看他怎麼 我可以簡單講一下就是 他是 researcher 所以他練習研究的兩個目的 一個是要預測 一個是要掌控 這是做研究的人都知道 就是你要能夠了解整個狀況 所以你能夠很準確的預測 你能夠很準確的掌控 這是control and prediction 這是做研究必要的東西 所以他的教授教授說 你到什麼地方都要測量 就是要把它量化 你才可以抓到那個事實 你才可以掌控 可是他去研究的這個結果 我發現結果是不能預測不能掌控 所以他就崩潰了 他是帶著先相信說 人類能夠進步就是要有人去做研究 然後去了解狀況 去預測將來 然後去掌控 這樣我們就會一直進步 結果他得到的結果不是這樣 真正在生活當中很快樂很幸福的人 是可以放棄預測跟掌控 因為我們所活的世界是你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所以他等於是 他怎麼可以這樣呢 他相信的是這樣 結果他得到的不是 所以他就去找那個心理治療 因為他沒有辦法面對得到的結果 跟他本來進去的那個前色是完全相反的 然後那個心理治療師就 我覺得他是Floid的就是很中性 也不跟他說好不好 就是等於是把他的情緒反映給他 他花了一年去做治療以後 他慢慢的發現原來承認不是百分之百的對 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了解 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掌控 是人類的必要性 我們活的這個世界還有我們人類本身就是這樣 那你要硬弄成不是這樣的結果 你就只有把它麻木你的感情 就是當你發現你有這種害怕的時候 你就說沒有我不害怕 發現你有照門就否認說我沒有照門 我是絕對對 我絕對對 所以在信仰上面就變成是 一直宣告自己的是對別人都不對 你看到台灣最近在爭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教會在爭同性戀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了解是對的 我的觀念是對的你們都不對 所以宗教本來就是對於你不能完全了解 你不能完全確定的 你用謙卑說我相信 現在不是 不是我知道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把這一些我自己發現自己的缺點 想辦法那個感覺想辦法壓下去壓下去 結果你就把所有的情緒都壓下去了 包括正面的壓下去 你就變成完全沒有情緒 你就活得很悲慘 另外一個就是說 事情爆發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想辦法怪罪別人 自己做不沾鍋 然後都不是我的事 都是別人的事情 這是在社會上在任何地方 個人在婚姻都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不願意承認自己可能有問題 可能有缺點帶來的是很多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願意承認這樣的話 你就不需要戴面具對不對 你就可以坦然的讓對方知道說 我其實不是那麼好 其實我也有缺點 這個電話不管了 那個我們的辦公室主任借我一個iPad 因為我們的那個本來的投影機啊 那個燈泡壞掉了 上個月壞掉了買不到 所以那台投影機大概爆銷 就是現在很少人用這種寫字的嘛 所以沒有公司 因為那個燈泡很貴 一個好幾千塊 所以他們找了一個月找不到燈泡 所以他們想說那既然這樣 我們就要跟著上進 那其實教會在我退休送我一個iPad 我還沒有學會用 所以我還放在我的倉庫 那今天是那個主任就借我說 我先借你這個 所以我要寫字就用那個寫 你們會看得很清楚 他用那個藍牙跟那個沟通 這個是很先進的科技 也逼我要跟進了 好 那我就講到那個Vulnerability 就是當你承認的時候 第一個 你就可以讓你的對方 看見你的整個的自己 而不是看見一部分的自己 包括你的優點跟缺點 當人家真的看到你整個自己 人家才可以跟你 真正產生那個連接 否則他愛的不是你 愛的是你的假象 你知道我意思嗎 當我們裝得很好的樣子 女孩子就很喜歡你嫁給你 後來發現你不是這樣子啊 你還有一些東西沒有給我看見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你 展生真正的連結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你敢面對自己的缺點 你敢讓對方發現你的缺點 你才可以進入真正的 這個愛的關係 所以你為什麼覺得 你們的婚姻缺少愛 可能問題就是 你一開始就是 不敢讓對方發現你的缺點 這是如果你敢的話 這個是一個他的力量 可以讓你進入真正的愛 第二個就是你不必很累的 你就一直在掛面具嘛 你可以很坦然的把自己的真相活出來 這是一個 還有你對別人的缺點 你也會比較寬容 因為你也有缺點嘛 大家都有缺點嘛 所以對你的配偶的缺點 你比較不會像以前這麼 一直跟騎 一直要picky 一直要他改變 一直要他怎麼樣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帶著缺點 在經營那個愛的生活 所以就是 他說你就會有compassion 會比較慈悲 對自己也慈悲 對別人也慈悲 這是他 他認為 如果你可以接受 vulnerability的話 會給你帶來生活上的很多力量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他講的power of vulnerability 第一個就是 你敢真誠的活出來 他叫whole hearted 全心的活出來 所以你的生活是 是從裡到外是一致的 你可以真誠的活 你可以完全的活 而不是一面 在家裡活一個樣子 在外面活一個樣子 自己一個一個樣子 在別人來的時候 又另外一個樣子 你這樣生活就很累 你變成有很多連 你可以多一致 這是第一個 你有這樣的勇氣 他認為那個勇氣 那個自從拉丁文 轉到英文的時候 那個不是勇敢的意思 那個意思就是全心 那個core就是心 就是可以 就是你的整個完全的我 你敢活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 courage of authenticity 第二個 你對於別人 跟自己的缺點 因為你知道 人就是有缺點 所以你會比較 慈悲的態度 會對不完美 你會有慈悲的態度 這個也容易進入 真的愛情的關係 第三個 因為你覺得 你被愛 不是因為你沒有缺點 你有缺點 可是你還是有價值 你不是因為有缺點 你就一吻不直 所以我是有缺點 但是我還是可愛 這個就是說 You are beautiful because of you are vulnerable 而不是你是完美 你才被可愛 你知道台灣很多孩子很可憐 就是爸爸媽媽就要他完美 所謂完美就是考試100分 如果你這樣 那爸爸媽媽就愛你 那這樣的話 孩子就活得很悲哀 有一個北印女的考上高中 她本來要填資源是填中山女中 可是父母都是醫生 要她說你能力可以考 她考上了一個禮拜跳樓 是 她留下來就是說 她覺得活得很累 就是 要第一名 要100分 就是要perfect 她沒有辦法接受說 不是那麼完美 所以這個 worthiness 就是說 我承認我有缺點 但是不是沒有缺點才有價值 我的價值不在於我沒有缺點 我有缺點 我也有優點 我這個人就值得被愛 當你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你就敢承認你的缺點 所以她說 這樣你可以跟人家連結 再來就是 因為你對於這個缺點 這個不完美 你可以接受 所以你敢去冒險 所以當你約會 第一次男孩子要跟女孩子約會的時候 很害怕 害怕什麼 人家不甩你嘛 所以就不敢 不敢你這一生都 連結婚的機會也沒有 第一次就是要走 敢向拒絕 這個就是vulnerable 如果我都不跟任何女孩子 發邀請的話 我就不會忍受那種 被拒絕的那種痛苦 如果我不願意面臨那個痛苦 那我就連開始都沒有 所以 你可以擁抱這個vulnerable 就是說你可能會受傷 你相信朋友嗎 就可能被出賣 知道嗎 你什麼人都不相信 那你就活不下去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活的世界就是 必須要願意那個東西 還有 任何公司一個新的產品 一定有可能共沽啊 對不對 我有朋友一個新產品 花了十年 不知道花了幾億後來 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沒有這個 你公司一定完蛋 知道嗎 被淘汰 那個科達跟索尼 你就看得很清楚 科達大概剩下 醫院的那個高階的那個還在 其他幾乎都完蛋了 因為人家數位化了知道嗎 那索尼他 趕 就是他們本來都是照相的那個高手 後來一個公司就知道數位化 他趕快往數位化去走 所以他沒有被淘汰 我想汽車業也是一樣 那個全自動汽車出來 這些汽車業如果不敢去摸那一塊的話 可能不久就公司整個垮掉 可是你去摸那一塊 你不一定會成功耶 你做你本來做的一定成功 因為過去的經驗對不對 你賣的車子一定是很好 但是當一個新的東西出來以後 你敢不敢冒險啊 我就有說risk taking 這個冒險包括很多東西 因為你一冒險就是 有可能血本無歸的危險嘛 那個就是vulnerability 就是不保證啊 你敢嗎 你敢的話你就可以創新 你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覺得我一定不能有缺點 我一定不能有萬億 我一定要百分之百完美的話 我把它稱作妄想 delusion of perfection 完美的妄想呢 第一個就是他要想辦法把這個不完美的痛苦 要把它否認掉 結果就把所有的感情都壓掉了 就變成一個很冷酷的人 nameness of emotion 還有就是傲慢 他的態度傲慢 因為不承認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對 所以就一直要強調 我的絕對對 你的絕對不對 這個在今天是很厲害 這是那種傲慢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確定我的信念 我的想法一定對 你們一定不對 就沒有辦法有一個空間說 我聽聽你的意見 容許我講我的意見 這個討論的空間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再來就是 萬一你被抓到辮子呢 就開始到處指手指 是他不對 這都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怎麼可能有問題呢 所以就是變成是謝責 然後指責別人 這個我們在婚姻裡面很多發生這種情形 孩子被診斷有問題 馬上說 那你們家的政壞 我最近還碰到一個家庭就這樣 就很緊張 這個不是兩個人 是兩個家族 因為小孩子被診斷出來 那個DNA有問題 我們都有點知識 就想說我們家族都沒有 那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們要政 那怎麼辦呢 這個婚姻怎麼走下去呢 所以這個是blame excuse 這個是創世紀第三章 那個亞當跟夏娃 一開始就玩了遊戲嘛 就不承認自己有錯嘛 最後就是活得很累啦 欺騙的假象 騙到最後連自己都騙了 就是不要被人家抓包嘛 所以就一直要遮蓋遮蓋遮蓋 所以活得很辛苦 那他認為這個是power 那我覺得 我看了他的演講覺得不錯 所以介紹給你們 但是我覺得 聖經把這三個先祖的 vulnerability 的不好的東西呈現出來 不是否認這個有power 他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是可以接受這樣的人 他可以擺在聖經當先祖的 所以我把他稱作不是power 他是一個grace 他是一個恩典 所以跟那個compassion 有一點關係 那我認為這個vulnerability呢 表達的是 基督教想要表達的一個重點 神不是挑最好的 才進他的國度 他可以接受不太好的 沒有問題 我要你到我這裡 不是因為你完美 是你不完美 但是你還是有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 跟基督教的信仰 是可以溝通的 我不曉得這個Brennan Brown 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還沒有去找到他這個 可是他的研究裡面 沒有touch到宗教 沒有提到 可是我就我的立場 我讀的時候我發現 這裡有 我不會用power來描繪 我會用grace 那這個我給你們幾個經節 這個就是以賽亞書 他說疲乏的 這個就是vulnerable 他給能力 軟弱的 這個就是weak 就是vulnerable 他給力量 少年人也會 就是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就算最年輕的 最立狀的 他還有軟弱的時候 他還是有vulnerable的時候 那強壯的也會跌倒 但是如果你等候也有法的話 會重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 奔跑不困見 行走不疲乏 這個字西伯萊爾你去找的話 不是疲乏是昏倒 是fant 所以這個很好玩 我講到有什麼講過 就是說 我們很喜歡如鷹展翅上騰 那個影像很好 你知道老鷹飛起來很優美 而且很省力 跟麻雀不一樣 麻雀在會你看過嗎 麻雀就 他如果沒有這樣 他就知道了 對不對 老鷹不是老鷹翅膀很大 他一打開他不必動 他就翱翔 你看看老鷹翱翱嗎 因為他會藉那個大氣 大氣的那個熱 氣流的力量 他可以很優美的翱翔很久 那老鷹展翅上騰 這個都棒 這樣的人生都好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要說奔跑呢 為什麼要說行走 這個不對應該是 老鷹在停機場不動 然後開始行走 然後開始跑 最後飛上去 這樣才好嘛 我覺得這個不對啊 應該是老鷹行走 然後老鷹奔跑 然後老鷹展翅上騰 就結束了 應該是最好 為什麼最爛的就結束呢 昏倒 行走 行走是已經跑不動 才用走的嘛 你有看過老鷹在走路嗎 很難看 因為他根本不是鴨子 鴨子可以走路啊 鴨子有脯對不對 所以鴨子那個重心很穩 他走起來很漂亮 因為他那個屁股會搖 那屁股只要握搖 就很性感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就Swing嘛 老鷹不是啊 老鷹 你看老鷹那個 那個腳是尖尖的 怕不怕啊 跑根本不用講 我的感覺是 這整個聖經告訴我們說 你飛也好 你跑也好 你走也好 耶穫瓦會給你力量 所以你的缺點 你的缺陷你的問題 對耶穫瓦來講 是他可以給你力量的機會 而不是他要來批判你 來說你這樣不對那個不好 所以哥林多前書到新約 他甚至說神 挑鋼啦 選笨的 讓聰明的拍謝 選嫩的 讓用的拍謝 從宣教學的角度來講 真的是這樣 基督教剛剛到台灣的時候 只有那個聖兄不可以吃的 沒有頭路的 才會去聽佈道會 你有頭路的 上班就沒時間 怎麼能去聽那個 整個社會都是拜拜的 誰會去 人家都沒有在家 反正在家裡沒有人要在家裡 就摸聽摸聽 怎麼還有米包 還有什麼米粉啊 所以很好玩 大部分的人 會開始考慮接觸基督教 是因為他生命太到剃幫了 這樣對不對 如果你過得很好 我吃飽太遠 我來看電影 我剃頭 哪有時間去聽你講道 對不對 講什麼道 所以其實 vulnerability 正是我們來接受神的恩典的一個門 所以這個不是罩門 我把它說 這個應該是恩門 恩典之門 因為你發現 你怕不下去了嘛 對不對 你要裝也裝不下去了 因為已經垮了嘛 這樣軟弱的 愚笨的 神說可以啊 我不在乎 你來 我可以接受你啊 這個更好玩 這是保羅 保羅他 神看見他很 拼命三郎 可以這樣講 他開始的觀念是很 就是我是完美的 我是完全知道的 我的是對的 那耶穌講的是不對 信耶穌的是壞蛋 是破壞我們宗教的 他是這樣很確信 他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他一直去抓那些信基督教的 把他抓去關啊 抓去打啊 抓去判死刑啊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 耶穌就喜歡他這樣的 為了不對的信念 那麼拼命的態度 所以聖經說 他以我有中心啊 他的觀念是錯的 可是他的態度是對的 你不要聽一句話叫做 极心架拜 极心架拜 很多台灣人 他拜的是觀世音啊 拜的是觀光 甚至有著拜講公 沒有關係 可是他拜的比基督徒 拜上帝還虔誠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看他們在奉獻 還有他們跪下來那個樣子 你來教會誰在跪了 大家都也坐得倒極了對不對 對不對 坐得很爽快 坐得還比較爽耶 像電影員這樣 三樓不坐要坐四樓 對啊 但是 保羅這樣子 神就看上他這一點 給他怎樣 給他親密 這個很好玩 用大光照他 我想他是白內障 所以本來看得很清楚 現在看不清楚 當你發現你看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看清楚了 你知道嗎 當你以為你看得很清楚 即使你看不清楚 你的看不清楚 眼科醫師告訴我們 我們的兩個眼睛 都有一大塊 什麼都看不到的地方 叫盲點 所以我們兩個眼睛 有兩個盲點 剛好他的位置是不相同 所以這邊的盲點 被這邊的眼睛蓋掉 這邊的盲點被這邊的眼睛蓋掉 這邊的盲點被這邊的眼睛蓋掉 所以我們以為我們看沒有盲點 這是我們騙自己啦 因為他不是剛好在中間 他都歪點 所以互相cover掉 所以你就認為 我哪裡有盲點 可是當你承認你有盲點的時候 你是真的清楚 所以保羅很好玩 當他看不見世界的時候 他真的看見他需要耶穌啦 耶穌照他 他說阿你想 他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亚說沒有話說我是基督喔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這裡面傳達兩個意思 一個是 你以為你是在服侍神 其實你是在迫害神 知道嗎 那個觀念的錯誤很厲害 在教會會迫害牧師的 都是最熱心的長老 你知道嗎 他迫害牧師是為了愛教會 你知道嗎 那他真的 長老 牧師怎麼可以這樣混呢 那種對教會 不得不緊的齁 那禮拜讀一個鈴 現談不得錢回去 牧師怎麼樣都沒關係啦 所以很好玩 就是越熱心的 當他有盲點的時候 那造成的傷害是越大對不對 那保羅就是這樣一個人嘛 可是神看重他 神說沒有關係 你有盲點 但是我可以幫你的忙 他可以接受這個殘缺不全 而且觀念錯誤的人 他給他轉變 所以他第二句話馬上 他看見 他第一句話 你是誰 他說我是你所破壞的耶穌 第二個意思我感覺是 保羅沒有破壞耶穌 耶穌早就被定死 而且根據基督徒說 已經升天了 他破壞不到對不對 他破壞的是相信耶穌的人 所以耶穌認同 你破壞我的人就是破壞我 那跟黑道一樣對不對 黑道你知道嗎 你Q一個小螺螺 結果他老大就下命令 就幫你宰了 那我愛人耶 這種耶穌跟信他的那些小螺螺的認同 這我愛人 你不能幫我摸 所以說你是破壞我 你不是破壞他們 你是破壞我 保羅下一句話很老 他說主啊我要做什麼 這個人真的很聰明 他第一個認為他是人 你知道嗎 你是誰 耶穌沒有 他說我是耶穌啊 可是他馬上知道說 這個人不是人 不是只有人 他把他稱作主 糟糕我破壞到神了 你知道嗎 慘 我說我要怎樣 他說你喔 你現在看不見了 我會拜託人 拜託一個甘殼去幫你癒 那個炎殼很皮皮疙瘩 因為他就是要做基督徒的嘛 故事就先這樣講 所以這個人 因為神看重他 神就給他很特別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他眼睛不是看不清楚嘛 後來他寫的字都不能寫 他要請秘書幫他寫字 寫完確定是他寫的信 他後面就畫耶 知道嗎 那因為你如果眼睛看不見 尼就比較大尼對不對 所以有一封信他說 你看我寫的字何等的大 就是我已經很大尼啦 有人說他是 那個眼睛以後 就沒有辦法完全恢復啦 他是恢復私利 可是沒有辦法到以前這樣 神就讓他看到別人看不到 叫做三層天 這一般人看不到 神知道 他已經承認他不完全 所以他可託父 知道嗎 摩西 當他說他大隻狗有沒有 他口才不好的時候 神說這個人可以用 當一個人認得 我最厲害 我什麼都會好 還是想說這個不行 因為這個不行 你知道嗎 一個覺得自己已經完全的人 認得要教他說 你這樣不對 他不會接受 所以不完全 反而是變成是 可以完全的一個前提 神給他 神還擔心 萬一給他這個 因為別人看不到他看到 他可以講我看到天堂 你看到一個小孩子說 我去過天堂 誰本書就暢銷嗎 大家都也要知道 死了有天堂 對不對 神就給他一根刺 就是讓他一生都不完美 他幫別人禱告都好 他為自己禱告就不好 三次都不好 神跟他說 我必須把你保持在不完美 你才可能完美 從這個摩朗比利是很好玩的 這摩朗比利是神刻意給他 所以他就三次禱告 跟神說 你幫我把這根刺拿走吧 神說不要 不要理由不是我不讓你好 是我給你好的話 你會驕傲 你反而會變成魔鬼 你會害死整個教會 所以後來他說 好 我了解了 我要擁抱我的不完美 這個剛剛跟Brennan Brown講的類似 就是說我們不只承認不完 我們可以擁抱 珍惜這個不完美 這是神給我的禮物 神給我的恩典 那保羅是這樣看的 他說 我的恩典供你用 我的能力在你的軟弱顯得完全 所以你的完全不是你的完全 是神的恩典的完全 如果你已經完全 你就不需要這個恩典 對不對 而且你靠這個恩典 你就不會驕傲 我今天可以這樣 是因為神的恩典 其實我還有缺點 這樣的態度 是一生可以被神使用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這是我從這一段的解釋 誇自己的軟弱 基督的能力忽必我 因為我的能力有可能會出問題 那基督的能力就不會有問題 馬太十二章二十解說 壓傷的蘆蝟它不折斷 江產的燈火它不摧昧 所以我們的生命就是壓傷的蘆蝟 就是那個蘆蝟已經壓軟了 已經壓軟了 總是要不完全重 憲憲說 它不會把它割重 它可以珍惜那個還黏的那一點點 要把它弄回來 然後江產的燈火就是那個火已經在要熟 它就順便把它奔發去 它會比較老了 讓它有機會再倒起來 這種對不完美對這種殘缺的生命的珍惜 我們看得出來 耶穌說如果為了要活出 你很完美結果活得很累的人 勞骨丹重丹的 你到我這裡來 你可以得到安息 因為你會從我學習兩個態度 一個叫柔和一個叫謙卑 柔和跟謙卑正是不完美的人 才可能有的態度 完美的人就是阿爸 完美的人就是驕傲 I am perfect 對不對 我一百分嘛 我有什麼可以謙卑的呢 所以耶穌說如果你學到這個 柔和謙卑 你就可以得享安息 我常常講 基督教不是美術博物館 美術博物館是把最完美的圖畫 才會掛在那邊 有一點有問題的它就會拿走 它不會掛在那裡 基督教是資源回收廠 它不收完美的 它只收有問題的 已經不能用的壞掉的 為什麼它要收它呢 因為這個還可以用 怎麼樣 要修理啊 要回收 要把它弄完美 從不完美弄完美 那教會正是這樣 那這個美術博物館呢 它是把完美的展示出來 那資源回收廠呢 它是可以接納殘缺 但是接納不是包庇 它希望可以跟你的殘缺一起努力 讓你更完美 這個是基督教 我了解的基督教是這樣 那到這裡呢 我就想到一首歌 這首歌是黑人的歌 現在已經不知道作者是誰 那黑人有很多靈歌是 在黑人很辛苦的時候 他們的信仰支持他們 他們走過當努力那麼多年 他們會唱就是說 我其實不好 但是我需要神的恩典 我的命運也不好 我的環境也不好 我的人也不好 他們常常都會唱這樣 那希望神能夠來給我恩典 那其中這一首歌 跟我們這個有點關係 我們來聽 這是一個很老的男歌星 跟一個年輕的女歌星 他們一起唱的 Pasti Klein 跟Willie Nelson 他們那個歌 你們聽的應該都記得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me 那第一句就是說 我雖軟弱主剛強 那我希望可以靠近主 來得到力量 那剛剛是保羅所講的 就是我的恩典 在你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我們來聽這一首歌 《忠祭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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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I walk Let me walk close to thee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Just a closer walk Gran it, Jesus is my plea Just a closer walk Daily walking close to thee Let it be, dear Lord Let it be And when my evil light is o'er And time for me will be known Guide me gently, safely o'er To thy kingdom shore To thy shore Just a closer walk Walk with thee Just a closer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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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it be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各位就是有一點搖擺 鄉村音樂的歌風 我們沒有辦法唱得那麼搖擺 但是我們可以 我們的詩曲也許會把它彈成那個樣子 他很厲害 主我願更親近我們一起來唱這個歌 來 我本軟弱主剛強 求主保守你追望 心靈滿足憂傷 當我走就令我近你旁 主我願更親近你 與主親親的無比 累日同行更親密 親愛主恳求你 恳求你 情勞苦嘴往世絕 我若跌倒誰關切 若有忠擔誰問我 親愛主 唯有你 我救主 祈求你 恳求你 祈求你 恳求你 祈求你 恳求你 給你們休息 給你們休息一下 你們很辛苦啊 做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到十一點半回來好嗎 休息十五分鐘 大家休息一下 好 我們把它轉過去 我們用這條歌歌來開始 祝我願更親近你 來 我們再來請 來 我本軟弱主更強 求主保守你追望 心靈滿足 心靈滿足 悠傷 當我走求靈我 盡你盡你 盡你盡你 祝我願更親近你 月主相親的無比 每日同行更前面 親愛主恳求你 恳求你 經老苦追望世間 經老苦追望世間 我若跌倒誰關切 我若跌倒誰關切 若有種膽誰問負 親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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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 我救主 祝我願更親近你 好 看我們講義 好 看我們講義第55頁之一 我們現在是講到43章 第3節到第5節 我想我們今天就從第6節開始來看 那上一次我提到說 為什麼老四出面 因為老大 老二 老三都有問題 老大是不會尊重爸爸的婚姻 介入爸爸的婚姻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亂倫 那老二 老三是暴躁 然後就把人家整個誠媚誠 給雅各帶來很大的困擾 所以他覺得這個都不行 那老四其實也不是好 老四其實是很會算 我們叫猶太人 你聽過嗎 很會做勝利 他很會算 精打細算的 所以建立把弟弟賣掉的是他 是他 提議說 你等在那裡死去這樣 你賣去也死去 我們還有一人本 殺人也還要分錢 而且是借刀上 我沒有殺他 他去當農曆一定會 苦毒死嘛 但是大家分個幾十塊 這是老四 可是這個老四 經過這幾年的時間被改變 所以後來 耶穌是從老四的這一條出來 不是從老大老二老 是從老四 你知道祭師是從老三立位人出來的 那老四 所以神如果祂要成為人 祂怎麼不挑一個比較完美的人格來投胎嘛 為什麼要挑一個這麼不怎麼樣的 所以我的感覺是神在選擇人的時候 祂並不要選擇完美 不完美沒關係 但是我看到你有那個可造就的可能 我看到你的優點 我當然看到你的缺點 可是我不只看到你的缺點 是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在這一章就看見 猶大他怎麼轉變 他以前考慮自己欺負他的媳婦 欺騙他的媳婦 他賣弟弟 這是猶大的本性 可是現在為了整個家族 他用力把自己犧牲出來 這是一個完全的轉變 可是他並不完美 是被轉變 所以我在這裡在43章3到5節有提到說 為什麼猶大這一次出面 因為老大出面講的沒有辦法說虎爸爸 老二被壓在埃及當人子回不來 老四出來講話 43第6節 我們看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就是 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兩次被神改名字 可是大部分雅各的醫生還是被稱作雅各 只有少數的地方名稱改變 這也是很好玩的 你名字已經改了 你就叫新的名字就好了 比較會叫古的 這個叫做本性難改 對不對 各位 受洗的舉手 已經受洗的舉手 受過洗 本性難改的舉手 你知道我想表達的嗎 我不是受洗的嗎 不是悔改的嗎 為什麼還是老樣子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的個性並不是一個儀式就會轉過來 這問題沒有了你知道嗎 我已經快70歲了 神還對我還有耐心 我記得我們那個女兒 他們在年輕人的時候有一點叛逆 然後當然有一些想法做好我們就不高興嘛 我們就會跟他講不要這樣不要那樣 後來他就去買了一個那個 他們美國孩子很喜歡買的一張那個 掛在他的門口那個牌子有沒有 我們旅館會說不要吵那個 他就買一個那個就說 還未完工 no finish it 就是工程還沒完成啦 所以你不要急啦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掛那個牌子在我們的身體 不是嗎 就是還沒有完工啦 雖然已經做得不錯 可是還有一點點可以 可以試下去 可以再修飾的更好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Mulability所要表達的 所以雅各 還是雅各 雖然他名字改了 名字改了到個性改了 中間到底要多長的時間 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可以完工嗎 神學上就兩個爭辯 一個是衛斯里 一個是加爾文 衛斯里認為 只要你肯 神可以把你完工 加爾文認為 到死都不會完工 所以這個就是兩個不一樣的神學 就是說可以不可以成聖啦 那我是比較站在加爾文那邊 就是說不管你的修養多好 只要你還會呼吸 你還會犯錯 這就是我的神學 不管你修養多好 不管你在教會 不管你跟耶穌都好 不管你怎麼樣 只要你是人 那個Potential 那個犯錯的可能性還在 這個就是Mulability 這是我們的罩門啦 所以魔鬼就有機會 射你那個Achis here 所以我們變成到死都要抓著耶穌 這首歌我很喜歡就是說 我每天要靠耶穌 否則哪一天一不小心 Cross up 我就掉下去了 不是因為我當了牧師啊 不是因為我怎麼樣啊 我每天靈修啊 我就今天沒有問題 當你以為你沒有問題 你就有問題了啦 很多人不敢受洗說 我就是牧不改了 你知道嗎 我壞習慣還沒有改 我說這樣你才可以受洗 改完就不必洗的 你改完那你還要洗什麼 洗就是要改啊 就是我要改我才要洗啊 所以完美的人 你不需要耶穌 耶穌也不需要你 因為你已經完美了 所以我說耶穌只是開 那個資源回收廠 資源回收廠只收不完美的 就是有問題的 甚至爛掉了對不對 那個才叫資源回收廠 他不是開那個美術博物館 把最好的擺出來 不是 他把你收進來是要 他不是收進來就擺在那邊嗎 對不對 沒有一個資源回收廠 收進來就擺在那邊 沒有效嘛對不對 要把它弄成有效啊 所以如果你同意說 我人是不錯啦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但是我不是一百分 你可以考慮繼續這樣 你也可以考慮 請耶穌說你幫我弄 幫我那個不完美 可以改善的部分 你幫我改 如果你有這個心 你就可以成為基督徒 如果你說我這樣就好了 那你也不要成為基督徒 如果你說我不需要改 那也不要成為基督徒 因為耶穌只為那些承認自己不完美 但是又渴望完美的人 那渴望完美 又一直承認不完美的人 他就可以這一生做基督徒 好 那 所以我說雅各兩次被歐瓦改名 但是還是本性不改 那還是很多時候是雅各 可是在這裡卻被稱為以色列 很好玩 我們看創世紀三十二章二十八節 創世紀三十二章二十八節 好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這是第一次 因為你跟神跟人教力都得了勝 很好玩 他是一個很會抓的人 很會抓別人的弱點的人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抓抓 他會抓機會 對自己有利的 他從小到現在都是這樣 可是神跟他說你很會抓 你贏過你的哥哥 你騙過你的爸爸 沒有錯 甚至你抓過神 這個很厲害 他說與神與人教力都得勝 怎麼可能跟神教力會得勝呢 跟人教力會得勝 這個我可以了解 因為他很厲害 他很聰明 雅各是奸詐狡猾的代表 他很聰明 很聰明 但是神 怎麼可能給他贏過去呢 你怎麼贏過神呢 那只有在 最後另外一個人提到說 他是贏不過神 被神打得根本掰咖了 然後他就抓著神不讓他走 他是這樣贏過神的 他是輸給神來贏過神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我的朋友跟我說 欸 哥哥妹妹 就要輸一輸贏 你知道嗎 你這樣輸一輸贏嗎 他承認他完了 因為他的該兵去那個神 摸到之後 摔腳嘛 他擔心的不是他會害人 他擔心的是他哥哥要來殺他對不對 在擔心的時候 他最後一招就是跑嘛 可是一被那個 Achelistic Hill被抓了以後 根本跑都跑不掉 所以他知道他完了 他抓住神 所以他抓到的 他勝過神的是 他得到神的憐憫 所以以色列的意思 不是他比神厲害 是他承認他需要依靠神 或者他死路一條 是這樣得到神的憐憫 來贏過神 所以如果這樣了解 不是說雅各很厲害 他沒有啦 他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說 他敢跟神的 摔跤 一般的人看到神就是死了 這個叫見光死 任何人看到完蛋 我必死無疑 但是神沒有讓他死 而且還讓他摔跤 我講過摔跤跟打拳擊不一樣 打拳擊是保持距離 然後找到要害就把對方打倒 摔跤是先擁抱對方 然後再摔跤 這樣講對嗎 所以Struggle 那個Sumo 日本的那個摔跤 很有意思 就是我跟你有問題 但是我是抱著你 兩個人來修演你知道嗎 那個最可以表達婚姻中的態度 就是我不是跟你沒有關係 我跟你關係很好 但是我跟你有不同 所以我們兩個人要演出你你知道嗎 從頭到尾是抱著 抱著要把對方壓下去 所以這裡面有親近跟掙扎 表達最好的是 耶穌在克西瑪尼園 那是耶穌的Sumo 耶穌說 如果可以把這杯挪去 但是一定要這樣做 好那就照你的 所以耶穌並不是說 好啊我就上去 沒有 耶穌有他的希望 有他的想法 可是他也知道神的想法 那想法不一樣 可是他跟神還摔了三次 所以一個跟神真的好的人 不是不敢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的人 不管有意見都不成熟 我敢跟神說我要這樣 然後神說不要 那你就跟他進入這個摔跤 你可以根本不甩神嘛 像約拿 就利歐嘛 你何必跟神在那邊摔跤呢 可是摔跤的意思就是說 你成本他還是神啊 對不對 你一定要過這一關 你不能就沙腿就跑啊 所以這是雅各 雅各他抓著神 然後神跟他說你就不要再抓了 你就稱為以色列吧 那雅各被稱為以色列 可是在這裡他還是指責 我們回來看四十三章第六節 請四十三章可以留著 然後另外一個再來做那個 這樣就不會 四十三章第六節 以色列 雖然他是以色列 到這裡他還是那種blame 所以我感覺他名字叫以色列 可是他的本質還是指責 怪把人啦 所以他是跟他的孩子說 你們怎麼這樣害我 告訴那個人還有兄弟呢 他還是認為是別人的問題 造成他的困擾 那他們就回答說 那個人就拼命的問嘛 那問我們家裡有怎麼樣 因為他們懷疑我們是間隙嘛 所以我們就只好詳細的講 因為被那個人抓包了嘛 因為他說我們兄弟十一個 那有一個不見了 那後來七分包 發現還有一個 約瑟說 好 你給我騙 你開始說 你們十一個現在怎麼變十二個 抓他 所以一直逼那個小弟要來 證明他沒有說謊 雅各就沒辦法了 因為第十一個以為死掉了 現在第十二個打死也不讓他離開嘛 所以他很生氣 他們說沒有辦法 老大已經被壓在那裡了 那我們在那種情況下已經被懷疑 是間隙 我們難道可以不誠實的講嗎 等於是要跟爸爸說明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父親還在嗎 還有兄弟嗎 那我就誠實的講 哪裡知道 要把這個小弟帶下來呢 好 那我們看一下講義 第二次被改名在三十五章 我們看三十五章第十節 你用另外一個 對對對 創世紀三十五章第十節 第一次是他要返鄉的時候害怕 害怕他的哥哥會殺他 所以神說你不要怕 我給你靠 你到我面前來沒有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哥哥 哥哥其實我覺得個性比雅各還好 直腸子 就是說氣一氣講完就消了 有的人是不會表示生氣 可是他就 叫他等什麼 叫他等什麼 叫他等叫他等 叫他等 叫他等 叫他等你報尿出來 你都不知道 當時得罪他也不知道 他哥哥不是 他哥哥去完就算了 所以他一直擔心哥哥會殺他 結果哥哥沒有 哥哥說也不用啦 禮物也不用啦 要把他抱起來 兄弟就好 這樣應該沒事了對不對 可是雅各還是 叫他等他等 他說 他說 可能是在大家那邊 不好意思 可是可能一轉眼 他又把我殺了 所以他哥哥向東走 他就向西走 你看這個厲害不厲害 已經兩個人握手演好了 上帝也給他保證沒有問題了 講好以後 哥哥不是騎落頭嗎 四百個騎落頭 他說 你騎落頭 我們這個銀子走比較不快 不然你先回去 我慢慢來 我一定去你家 結果沒有人家 我們一個廚房來 他就想要轉 才會去搞了一個事件的事件 他如果跟他哥哥就到以東去 事情就不是這樣 所以可見雅各其實還是那種精打氣算 他說不太懂 就跟他講好 還沒跟他抬就好 我還是離空 保持距離是安全 不然哪一天想到又找我麻煩 所以他就往西走 結果就到事件去了 他兩個老二老三 因為妹妹去跟人家約會發生分淺性關係 我也不曉得是強暴還不是 但是他們就認為說 這當然是男人的不對 女的是住在人家家裡 我還不曉得那個是什麼 但是他就想辦法用宗教理由 把人家對方整個成的男孩子殺光 這個是很兇 很兇悍 當然雅各就嚇一跳 我們一齣外人 全孩子 整個成都聽說 我們來這裡跟他踢管 這還得了所以他很怕 所以他才決定回伯特利去 他本來還不想回去 他想在世界買了地就住下來就好了 他發現他不靠神不行 可是他全家人在哈蘭那邊 住了那麼久 也拿了一些神明 他老婆還偷了一個他爸爸的神明 讓他們六到四 大家都有自己的信仰 這並不是單純的信耶和法 雖然這個祖是耶和法找回來的 但還是這樣 所以他覺得說 要去出國的時候 耶和法跟他在那裡 這樣才難生 全都把那些東西都放放 埋在那裡 然後就到 他要離開故鄉很怕的時候 然後半夜耶和法讓他看天梯有沒有 在那裡跟他保證說 我會保護你 你不要怕 現在他回來了 耶和法第二次跟他說 說夠了吧 你應該改名叫以色列 不要再這麼積極營營的為自己打算 所以這是第二次 你看35章第10節 他沿路走嘛 耶和法神跟他說去伯特利啦 就是你以前 上面一點沒關係 回去第一節 就是你要跑的時候 我跟你顯現嘛 我給你開保證啊 那雅各就說嗨啊 那個時候他不是在那裡 把那個枕頭的石頭弄起來 然後還發誓嘛 說如果你怎麼樣 他現在神都做了嘛 保護他給他吃給他穿 讓他沒有餓食 還不只娶一個老婆 娶四個老婆 還一大堆家產回來了嘛 應該神該做都做了 他說我就要以你為我的神 我要在這裡敬拜你 可是帶著那些神明去拜耶和法 不好意思嘛 所以他就趕快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跟他們說 欸 把所有的神弄掉 還換三了 我要去伯特利 在那裡築壇 他們就把所有的 其他宗教的東西呢 就埋葬了 真是告一個段落 他們就去 那神就讓周圍的人害怕 不追他們 他們就到了 到了就是伯特利 就是路斯 在那裡築了一座壇 因為他跑嘛 在伯特利的書下 利百家的奶媽過生了 那神在那裡跟他講 第十節 你的名原來是雅各 所以還是雅各 從今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可是後來還是雅各 你們有沒有看到 並沒有以後就改成以色列 到這裡改成以色列 可是我的感覺是 他還是雅各的成分比較多 以色列成分有一點點多出來 好 那這個是我們講義 我那裡提到說 三十五章第十節 這是第二次 已經返鄉了 回到他原來 離開故鄉的最後一戰的經歷 雅各還是指責 為什麼跟宰相說 還有一個妖帝呢 這樣加害於他 所以我的括號 這是我的精神科的解釋 雅各面對無法逃避的痛苦的時候 採取外色的心理智慧激轉 就是我們所謂的blaming 指責別人 用心理學就是外色 projection 外色 猜測控告對方的動機的溝通模式 因為雅各 好 我們回到四十三章 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我 這一句話有沒有語病 他的孩子是跟約瑟承認 家裡還有小弟 可是他們的動機一定不會是要害爸爸 他們是為了脫身 因為已經被懷疑是間隙 可是雅各說 你這樣做是害我 你們為什麼要害我 我們在婚姻當中常常會這樣 就是先生做了一件事情 太太不高興 你挑戰要起死我了 沒有啊 我是只有沒那麼等不準而已 那個老公下班很累嘛 然後就要看那個球賽 那臭襪子拉起來 就不去丟在那個 放髒的那個 就頭籃嘛 籃球又不好嘛 就頭沒有進去啊 就掉到外面了啊 老婆一進來讓我火大嘛 他要把他捕死 他要把他捕死 所以老公沒有那個動機 所以老公也很委屈啊 說沒有啊 我是等了才沒準而已 你每次也沒準 沒有啦 我有幾次準 只有幾次也沒準而已 我們要小心 我們常常是替對方講話 對方做這個動作 他的動機 你沒有能力去猜測 你可以揣摩啦 你知道嗎 但是你沒有能力說 你這樣做就是要怎樣 因為那個在他心裡嘛 雅各換了這個錯誤 就是去猜孩子的動機 我們很多溝通處理就是這樣 雅各這裡我覺得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猜測控告對方動機 這種溝通模式是不良的啦 他們就只好跟雅各在說明嘛 那個時候宰相已經質疑他們是間隙 然後仔細的探尋他們的家庭的組成 這個一般都是這樣子啦 就是當你被懷疑的時候 人家就要你交代祖宗八代啦 因為要去抓包嘛 知道嗎 比如說如果你在美國的國防部上班 國防部會查你的八代 知道嗎 因為他每一個揍他國防的人 他都先懷疑你會跟我的敵人有關係 這個是他們為了安全 他們會調查你的幾代的親戚 知道嗎 所以這一個人在美國國防部上班 如果他的什麼親戚有居過中國大陸 都會被追蹤 這個是他們的保護自己的一個方法 就是會追嘛 所以這個約瑟 逼他們 其實約瑟是知道要逼看小弟 可是就用這種計謀 知道嗎 就說你們是間隙 那就開始查嘛 就是要抓那個有沒有 現在那個Muller在抓那個川普 你知道嗎 2016年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跟蘇俄串通啊 他用這個方法 他就開始去對 知道嗎 所有的人都抓來問 然後就去比對 現在給他抓到一些蛛絲馬跡 箭頭還沒有指到川普 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指到而已 不過這個很厲害 他就是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來 一直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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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他們講話的那個把柄 然後就逼他們再講更多 沒有辦法啦 小弟就只好講了 所以 居然被宰相懷疑嘛 所以一五一十的 照宰相所質問的句實於告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 恩之啊 宰相居然命令他們把小弟帶來做驗證 做驗證 好 那 第八節 那現在猶大開口了 猶大 這個我說這個改變的這個人 他對他爸爸說 你打花小弟跟我們去 我們就去 那我們跟你 跟我們的太太 孩子 不會餓死 我擔保 好 這個 他以前是 弟弟是可以賣來賺錢的 現在為了弟弟 他是可以犧牲自己的 這個是相反 本來是犧牲弟弟 自己可以徒利自己 現在是犧牲自己 為了保護這個弟弟 他說我擔保 我擔保 你可以追討 我若不帶他回來 我情願永遠擔罪 這一句話的解釋 就很多解釋 什麼叫做永遠擔罪 永遠擔罪是說 你就把我殺掉嗎 還是說 神就讓我 免死不僑生 這個誓言就發得很嚴重 永遠 就是說 我願意被審處 不像那個老大說 你就殺我的兒子 我會死哪 你叫我帶我來死哪 帶怎麼下去 他說我 他不是說我就死 他說我永遠擔罪 所以這個永遠 代表的是 他們相信死後還有生命 知道嗎 所以並不是說 如果弟弟發生事情 我死了就不是我 他說我 我用我的永遠的命運來堵 我保證把它帶回來 如果有什麼差錯 我把我自己的一切都擺上去 這個看你怎麼解釋那個永遠 這個字 我們看我們的講義 四十三章第八節 猶大用正面表述的方式 請求雅各 打花 貝尼亞民 跟他們一同南下埃及 他就跟他提到說 好我們回去看第八節 他跟他說 你拆弟弟跟我們去 我們就要去 我們就不會餓死 所以他講的都是好的 好的 就是不好的不講 他講好的 他用正面的表述 然後請求雅各 打花貝尼亞民 跟他們一同南下埃及 順利完成 底糧 就是 貼米 大家可以活 免得二十 尤大稱 貝尼亞民做童子 其實貝尼亞民已經三十歲了 這是老妖的可憐 老妖不管幾歲 都是童子 你知道家裡 那小子 那小子 沒關五十歲 那小子 因為他是老妖 這個叫老妖症候群 而且他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一群孩子 但是在雅各心中 貝尼亞民還是需要他特別保護 因為他那個約瑟 他以為是沒有保護好 死掉了 所以他對這個更是捨不得 我把他稱作妖子症候群 那有很多老妖就變成永遠長不到 這很可惜 就是 家裡不管哥哥姐姐都把他保護的 過度保護 那老妖也就以為說 他的人生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 大家不能一直保護他的時候 他就活不下去了 因為他沒有學會自己站起來 知道嗎 我們叫做妖子症候群 好 然後他這裡給他一個邏輯就是說 如果你讓弟弟去 我們買了米 那全家都可以活下來 一句沒有講就是說 如果你不讓弟弟去 我們都會餓死 弟弟也會死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不可能只有他活嗎 大家都沒有飯吃就是 所以你想保護他 反而是 不只他死 全家都死 所以他沒有講的部分是比較嚴重 後來雅各聽進去了 已經 我想大概過兩年了嘛 饑荒兩年了 所以第一次去吃米 回來的已經吃快晚了 所以有一個人跟他說 你如果早晚去 就不會 剛才有這種困難 現在米好多就差不多要沒有了 快要沒有米了 那再不去的話 是全家餓死 不可能 所以 在這裡就是說 便雅民若南下埃及 大家有活命的機會 便雅民若不南下 全家就是包括便雅民 一定會餓死 那這個呢 我把它稱作實用主義倫理論 utilitarianism 這個東西意思就是說 你在考慮一件事情 該不該做對不對的時候 你是用禍國來考慮 而不是用原則來考慮 這個在倫理學有兩大學派 一種叫做deontology 就是原則論義務論 該做的就做 不管後果怎麼樣 你該做就是做 這是康德的說法 那 utilitarian 說不是 你原則再好沒有用 如果結果不好 你這個動作就是不好 可是沒有做不知道結果 這個討厭 所以你就用預測 知道嗎 如果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如果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這個如果我們聽起來 是合理的預測 我們就會選擇 傷害最少的去做 這是我們一般會這樣邏輯 所以由大在這裡是用這種 奔心的食用主義 不是用康德的 買米沒有說一定對一定不對 可是你不買米你就餓死 那個後果就是大家都知道 買米就可能不會死 當然是去買 買的話當然小弟有危險 有可能出去就意外 車禍或是什麼 有可能 但是至少還有火的機會 你不買的話就是死路一條 連火的機會都沒有 而且連他也一定會死 不一定會死跟一定死 你當然挑不一定會死 知道他意思嗎 如果說地震 你躲在家裡 一定被壓死 跑出去也可能被壓死 你會跑出去的 很簡單 這個就是簡單的 這個實用主義的邏輯 我們十二點到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實用主義 我們來祷告 主耶穌謝謝你 讓我們大家平安過了新年 這新年當中我們很多人 來來去去跟親友家人 快樂的團圓 我們感謝你 現在我們已經開工 我們要開始打拼 進入新的一年 我們仰望主 在新的一年繼續施 夠用的恩典給我們 讓我們承認接受自己的不完全 讓我們在新的一年 跟你更親近 更加依靠你 靠著你的恩典 讓我們這個不完全 能夠逐漸的改善 讓我們的婚姻 讓我們的家庭 能夠藉著我們不完全的改善 我們能夠活得更加幸福 更加美滿 我們這樣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謝謝大家 謝謝